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表 雖然建商一直在節目上 或是在新聞上講說 房價不可能跌 我們的成本這麼高 原物料一直漲 我們一定會一直漲價 房價不可能跌 但建商嘴巴這麼講 身體倒是挺誠實的 他們今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的土地購買的金額 大幅的萎縮 我們可以看到 跟過去幾年相比 掉了非常非常多 前面幾年都還有高峰 現在整個都縮到小小一塊 對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建商也知道說 外來的房市一定不好 我現在買可能就屌住了 那我就不要買 所以開的建商就開始 盡量不推案 或是維持一個比較 低的推案模式 去降低他們的成本 減輕他們的風險 對 這個 真的你會感覺到 房市是冷嗖嗖的 不是我們只是講 生活上身體力行動感覺 就像前一陣子 疫情的時候我們要看房 這個房仲是挺忙 還約不到呢 那最近開始 虛寒問暖簡訊也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成交數越來越少 不只是新城屋 很多中古屋 可能大家也先觀望 因為政府的打房政策 好像看起來 有點效果不是嗎 對 現在的成交量 真的少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這一年多的成交量 其實我們在二零二一 那幾年就是房市的 年度成交量 大概都還有個三十四萬戶 去年也大概還有個三十一萬 但今年普遍專家都認為 差不多會落在二十七八萬左右 其實整體的房市 交量萎縮得非常嚴重 而且這七十八萬 就是而且這二十七八萬 裡面還有不少 可能是像是繼承 鎮雨 或是預售屋的交屋 所以相比下來中國的市場其實更冷 但是政府持續有在打房 那前一陣子有那個新清安的補助嗎 是不是又讓你打房又退回原點呢 因為其實有補助啊 對 然後它也可以拖個幾年嗎 沒錯 其實新清安房大 它甚至是一個利多的刺激政策 否則像去年那時候台灣剛開始升息 美國一開始升息的時候 過去這一年其實房市都不好 尤其是住宅的部分 像台南市的庫駕市公會 他們去統計 純住宅的實價登陸 基本上全台的房價都在跌 可能有些地方跌的少兩三趴 多的可能有十趴左右 不一定要看地方 但是這個跌幅到了 今年的五六月之後就停了 就是因為政府開始有這個刺激政策 那因為新清安房貸會讓很多人 就是房貸利率變得比較便宜 他更有本錢可以去買房 所以本來很多買不起的人 他突然覺得利息這麼低 不借白不借 不然我就去買 所以買期又回來了 所以看到第三季的房價 跟交易量又開始回溫了一些 因為我們剛看那張圖表 那很輕輕 忍到你都會打哆嗦會害怕 所以政府稍微刺激一下 但不是說你有新清安政策的補助 就可以安心 因為他也是有年限嘛對不對 其實大家都忽略 都以為說哇 新清安的利率這麼低 但你沒有想過說 你新清安房貸至少三十年到四十年 他補貼只有三年 只有三年喔 至少補個十年吧 對他只好前面三年 大概平均是1.51%左右 但是等到第四年開始 你要開始繳本金了 他利率就回到2.1% 其實2.1%可能比一般 普通的銀行利率還得高一點 更別說如果之後 升息的壓力又來了 如果這利率拉到2.3% 2.4% 那這些當初買新清安的人 他們身上現金比較不夠的 就很有可能在三四年之後 遇到賠手的問題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真的是有點詭異的 想買房人真的是買不到房 那你感覺好像政府有幫你做一些補貼 好像那補貼你也要評估一下 因為第四年開始你就割在蛋 而且還繳本金了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